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在这段经文中,有法利塞人来试探耶稣说 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犹太拉比根据人若娶妻以后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欢他 就可以写修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允许人修妻,但对修妻的合法理由争论不休 有的人强调不合理的事,是婚姻上的不忠贞 是允许修妻的唯一理由 也有的人认为不喜欢他 是妻子做了任何让丈夫不喜悦的事 就可以修妻 耶稣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强调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每一对夫妻都是神配合的 不管你,婚前是信主还是不信 每个婚姻都是这位创造主所配合的 并且神的心意是要夫妻合为一体 所以男女二人经过婚姻的结合 在神的眼中所看就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个人 在神面前是一体的了 一体不仅仅代表着身体的合一 更是心灵的合一 因此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夫妻合为一体 是神的心意 分开,离婚,分居都不是神的心意 不管世界如何改变 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 神设立婚姻的心意也不会改变 但愿每个基督徒都看重神对婚姻的旨意 用心经营夫妻关系 夫妻同心合一祷告 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 在这末世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神经营夫妻